今天要为您分享到的文章 心软的人 最苦 一起来听 心软的人 活得最苦 别人开口就帮忙 别人失落就同情 宁愿自己吃苦受累 也见不得别人受委屈 但你一昧为别人付出 谁会把你珍惜呢 你一昧地谦让别人 是来照顾你的感受呢 行走人间 还是要保持点狠劲 不论跟什么人相处 萍水相逢也好 吃焦好友也罢 都要时刻紧接一个标准 心可以柔软 但底线要高 原则要强 这样你的付出 才不会变得廉价 朋友萧萧大学毕业后 跟同学合租了个房子 刚开始两人相处还算融洽 但时间越久 矛盾就一发明显 她同学面试了好久 一直没找到工作 萧萧体谅对方的难处 除了房租 家里的水电粮油 都由自己先担负 并说好等对方拿上工资了再还 平日里点外卖 喝奶茶 萧萧也都会给她带一份 起初 那姑娘还象征性地承担起做饭 打扫卫生的职责 但没过两天 就撂担子不干了 萧萧每天下班后 像老妈子一样煮饭刷碗 虽心有不满 碍于情面 就算了 直到有一天 萧萧出差三天 回来后一打开屋子 就被乱七八糟的场景震惊到了 垃圾桶里堆满了外卖盒 水槽里都是没洗的碗筷 这下萧萧终于忍无可忍了 把之前大半年的账单发给对方 并让她准备准备搬出去 没想到那姑娘恶人先告状 在朋友圈大肆腰传 她如何不尽人情 如何小气 连一杯奶茶钱都要跟她算清楚 萧萧看后气得眼泪直流 听完她的酷诉 有个朋友快人快语 说了句 看你以后 还敢当老好人 你什么都帮 什么都迁就 别人不会觉得你好 只会觉得你傻啊 这话虽不重听 却很在理 还记得电影《教父》中那句经典台词吗 没有边界的心软 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 毫无原则的仁慈 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 心软本是种难得可贵的品质 这样的人大多善良 注重感情 但是对一个人再心软 也该把自己的利益和感受 放在第一位 不然啊 你的满腔真心 最终都会变成黄连一样苦的亏 正是因为善良 对别人下不了狠心 也舍不得拒绝别人 哪怕是正当的拒绝 都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事情 但恰恰又是因为 他们的付出太过毫无保留 才不被别人珍惜的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超市实验 购物者被要求 品尝一种巧克力取其饼 当从一个满满的罐子里 拿取其饼干给他们吃时 他们说这饼干味道不错 当从一个快空了的罐子里 拿饼干给他们吃 对方说这个的味道更棒 实际上 两个罐子里的饼干是一样的 这个实验说明了 人性之中很有趣的一点 人们往往认为 越稀罕的东西价值越高 其实感情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什么都给 那给出去的东西就不值钱了 虽说人心是相互的 但不是所有的付出 都能换来等量的回报 有时候 你越是掏心掏肺 对方就越是功成略定 你越是好脾气地退缩 对方就越理直气壮 因为他知道 无论怎么回应你 你还是会一如既往地 捧出所有饼干 所以 做人要像那个快空了的罐子 有保留地去付出 因为心软的人 不喜欢跟人争执 即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 也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别人轻飘飘一句道歉 就可以翻篇了 久而久之日 你就活成了大家眼中 那个不重要的人 心肠硬一点 反而会赢得更多敬重 电影《断贝山》中 主人公杰克 娶了镇上农场主大亨的女儿陆林 陆林家富裕 在当地名气颇旺 而杰克之前 只是从事牛仔表演的 陆林的父亲因此看不上他 甚至经常针对他 为了维持家庭和睦 多年来 杰克一直克制退让 但是他凡事忍让的态度 并没有还来对方的理解 有一年感恩节 全家人聚餐 饭桌上 儿子痴迷于看球赛 不专心吃饭 杰克便随手把电视机关了 没想到 陆林的父亲又跟他唱起了反调 他大不流行走过去 打开电视 说 吃饭又不用眼睛 男孩就该看足球 于是两人就这样僵持开来 前脚关了后脚开 后脚开了前脚又关 来回对质量场后 杰克爆发了 这是我家 他是我儿子 你是我客人 现在给我坐下 没想到 当杰克露出家族的硬气时 陆林的父亲反而温顺地 像之羔羊 一声不吭 就像是作家于华说的 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时 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人生在世 有一颗慈悲之心固然很好 前提是 你要在这份柔软里 加一点凶狠的底色 才不至于上当吃亏 活在这世上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谁也不比谁高贵 谁也不比谁卑微 你无需为了让对方舒坦而勉强自己 也不必为了虚假的和平而妥协退让 真正好的关系是 你为我退一步 我为你让一步 过分心软是在纵容对方得寸进士 他在乎别人 只会让自己受委屈 往后余生 记得多爱自己一点 忠于自己的内心 照顾自己的感受 你的善良 你的真心 不要一股脑碰出来 慢一点 留给真正值得的人 共勉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明天统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